《理財分判中》 《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仍未為去年 存錢到個人退休帳戶 Ira的朋友 在4月15日或之前 還來得及 2019年 每一個人最高 擺Ira或RolfIra的金額 是6,000元 50歲或以上 就增加至7,000元 納稅人如果能及時存款 就有可能減低 2019年的稅款 大家也應該安排為 2020年的退休儲蓄 Ira和RolfIra 仍然最高都是6,000元 50歲以上都是7,000元 除了Ira和RolfIra 僱主提供 好像401K之旅的儲蓄計劃 今年的金額限制 亦都是由去年的19,000元 增加到19,500元 50歲或以上 最高的金額 是26,000元 有一些僱主 一向除了金額限制之外 還訂立了收入百分率的限制 例如 規定員工只能將收入百分之十五 存入退休帳戶 這個百分率限制 是因為以前國稅稅 是有25%的限制 但是國稅稅 已經取消了這個規則 所以僱主是不需要再有收入百分率的限制 只有金額限制 就已經可以了 假如同時有幾份工 又或者另外有自顧收入 所有有稅務優惠的退休儲蓄上限 亦都由去年的五萬六千元 增加到五萬七千元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等分鐘見面